癌症是一种无限增值,容易转离的变异细胞,当侵蚀的体表或体内器官表面时,吞噬正常细胞形成癌症。 据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,癌症导致全球约880万人死亡,是全球第二大死因,而中国癌症发病人数,远占全球的20%,是我国城乡居民死亡的首要原因。 上市公司汉鼎与优旗下,中美跨境医疗品坛汉鼎好医疗指出,中美医疗各有所长,虽然对于一些新药、新技术,美国医生可能相对更有优质,但美国医疗也不该被深化,中国看病并非适合所有患者,应根据个人身体、经济、家庭情况,做出理性选择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文TTN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